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会在这里教大家这个快乐神功的绝招 记得收看哦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一招我要教大家的叫做选择放手 是的 选择放手 那么你说 选择放手跟快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有很大的关系 还记得吗? 能够使人快乐的是什么? 不是东西 而是我们跟谁谁谁的关系 而这些最小一就包括了我们跟神 我们跟人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要维持关系必须通过共同与信任 还有众瓜德瓜和 那积少成多这些原则来支撑着来培养着 那么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是不是有和睦 平安的关系 三两周我们跟大家提到了钱跟快乐的那个微妙的那种关系 当我们不懂得如何的去使用金钱或财务的时候 我们会很多时候很不快乐 很没有安全感 当我们懂得一些用钱的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懂了 我们就快乐多了 我们就快乐自然来了 所以我们学会了分享快乐 资助藏了 这两种用钱的原则 今天这个所谓的选择放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除了钱之外 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种东西 它让我们容易很不开心 很不快乐 就是嫉妒 就是恨 所谓的羡慕嫉妒恨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人的成就的时候 或某人出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不开心起来 不快乐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这个人他伤害过我们 或他说过某些话 得罪了我们 使我们觉得不可以原谅他 所以我们就没有饶恕他 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 我们就会可能有一种怨恨 而这种怨恨跟不饶恕的慢慢的累积 就成为一种苦毒 这种苦毒在我们生命里面 会让我们常常的不快乐 常常的无法的真正的八字内心的喜悦起来 尤其是当那些人呢 或者那个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选择放手 要放下这样的一种苦毒 其实当我们不饶恕 选择累积这些毒素的时候 这些苦毒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在自己吃毒药 而希望别人死的那种心态 因为对方别人 我所环境的那些 那些环境当中的那些死人事物 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得罪了我 他们也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的不妥 而只是我们内心看到他们的成就 看到他们的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不开心 受苦的最后还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选择要饶恕 要原谅 要放手 放下这些苦毒 是我们不开心的地方 就是好像所谓 我们所谓的更开一点 开心一点 真的 真的 我们要选择放手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不选择放手的话 苦的 死的 真的不开心的 只是我们自己而已 而不是别人 那么要怎样的去饶恕 怎样的去放手呢 我教大家 三个步骤 第一步 就要承认 就要承认 这些人 使得我们不开心 这些事 使得我们不开心 这个制度 使得我们不开心 我们可以向别人倾诉 可能 我们最好 就可以 可以向神倾诉 说 上帝啊 神你看 这个人 他的话 伤害了我 我的心很痛 他的话 使我委屈 污蔑了我 你可以向神 倾诉 抱怨 把你的委屈 都靠上帝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要选择 释放 选择 把这些东西 就交托出去 说 跟上帝说 这些痛 这些不 这些伤 这些委屈 神啊 求你拿走 求你带走 我要留给你 我要放下 这些东西 你选择 内心做个选择 把这些苦毒 给放下 把这些包袱 给放下 不然的话 我们的旅程 会很累 我们会很不开心 那么最后 也是最难做到的 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 去告诉对方 跟对方和解 或者是 去 让对方说 跟对方说 我饶恕你 我原谅你 也许他们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 他们得罪过我们 可是我们要选择 这样做 而是 这个方面呢 是我们要说 我愿意 原谅 我愿意 饶恕 因为 饶恕和 原谅 并不是 一夜之间 就能够成就的事情 它是过程 可是 当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说我愿意 并不是说 我能够马上 而是我愿意的时候 那么 我们就 开始得到 真正的意志 我们就开始 得到真正的释放 我们那些苦度 我们那些 痛 那些怨恨 就会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的 给释放出去 当这样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深 越来越开心 再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 我们不开心 所以选择放手 放下所有的重担 放下所有的忧虑 放下所有的不愉快 放下所有的不饶恕 让我们内心 真正快乐起来 希望你 也选择 放手 让我们来祷告 父神 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 把一些事情 跟人说的话 得罪我们的事 紧紧地抓住 求祝你帮助我们 今天 学会 选择 放手 我们并不是 可以马上的 就放手 不是我们愿意 选择 放手 就是你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手 把我们生命中的苦毒 都释放出去 好让我们的生命 更清神 生命更加快乐 感谢主 保护耶稣的名求 阿们 愿你 天天快乐 记得选择 放手 周三客栈 下周 再见